这里的海岛风光神奇诱人 瑜伽待客热情 各种新鲜的海味 地方小吃独具特色 海上垂钓让你体验当地渔民的乐趣 盛大的渔民济海 海鱼号 仿古大船船下水 让你过拉大翻摇大鲁的影 瑜伽乐乐万家 作片中国正在播出 烟台长岛 这里因为九丈崖等多处雄奇的海岸风光而闻名 独特的海边奇景 吸引着游客流连望返 而这里的渔民 两年前 还在靠传统的打鱼生活 渔民行中了一家 一年前刚开始经营瑜伽乐 还没太多经验 现在是这个海质资源的 越资越少 再来说我们这个年龄也不行了 打鱼就是有点重点 所以 但是我都能去看 其他游客 来了以后没地方去 没地方吃 就是有时候都问我们 你看你们这儿有没有地方吃 有没有地方吃 我其实没有 但我一直想 他这个岁数不太清了 怎么办 打鱼家乐吧 从没搞过经营的行中力 想尽办法让自己的鱼家乐 更有特色 那边好像能设置一个鱼啊 对对 山壁 山壁 这是海楼 天然的蟹子 都是自然的 当初一都想 不想破坏这个渊省态 这个鱼墙 这个墙西头墙 在一个都是 我本身我都是打鱼的 也想把这个东西 呈现给这个游客 所以就想 那种快鱼往挂上 挂上以后啊 一挡着它这个墙 不会这个 有点漂亮啊 那种感觉 好像看一看 不那么 就是不会这个的感觉 在 在好像一挂着以后 就想挂点身份上的 就是咱 海的生长 是冻事 这么挂上了 鲍鱼啦 这是海生的大约线 咱自己海的生长 是冻事挂上以后 游客来咱跟它这么讲 提前这个 域民的生活 就是这样 别笑看这个渔网 虽然非常简朴 但正是这种 自然原始的渔家风格 让许多年轻人 喜欢上海利渔家 行动里 慢慢在渔网边 留了一个 织渔网的梭子 这是一个 简单的渔家生活 体验项 织步渔网的记忆 是海岛上 渔家姑娘必备的手艺 行动里 从没有想到 为了打鱼 而常年练就的手艺 会成为渔家乐备受欢迎的体验项目 海岛渔村 大多保持着原始的风貌 这种古朴田园式的小院 吸引着一部分 喜欢返璞归真的游客 海利渔家的名字 是行动里和丈夫肖在海的名字 最后一个字 组合在一起而成的 肖在海是个经验丰富的渔民 每当行动里 在家忙着招呼客人时 肖在海除了负责起客人的饮食采购 凭借几十年的打鱼经验 他还可以为游客 坐海上向导 大黑山岛 是长岛有名的钓场之一 在肖在海这样有经验的渔民向导的指引下 海上垂钓很难空手而归 为什么咱不用那个鱼竿来钓鱼 鱼竿这个钓大 有时候都大了 这个拿不上来 这个这个呢 一般五六几年二十米 今天肖在海为我们准备了一种直线钓鱼的方式 这种方式对于初次钓鱼的人来说 是比较简单容易掌握的钓鱼技巧 把这个小虾挂到这个钩子上面 对对对 我看你都是挂在它这个腰掌 鱼钓得多或是少 一要看运气 但更要看技术 长岛有熬鱼挡鹰 两手不空的艳鱼 这是钓者必须具备的修养 还有再放线吗 不用 到底都不用放了 钓鱼是需要巨大耐心的活动 虽然有肖在海的专业指导 但对于初学乍链的记者来说 第一次还是有些奇葬 哎 不是等待了 大鱼一个大鱼跑了 我的天啊 有经验的渔者 根据时间 潮流和鱼摇耳的程度 就能分辨出水下的渔情 在萧在海的耐心指导下 记者慢慢沉下性子 现在要慢慢的把这个鱼线放下 试掉了几回后 逐渐有了些感觉 运气挺好的 这样确定是鱼咬高了吗 对对对 那我就赶紧把线收上来了是不是 快点吧 哎 要麻利一点 哎呀 真的是有鱼啊 我那是动的 你看 活蹦乱跳 虽然这个鱼啊 它不是特别大啊 但是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海钓 这个收获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感受了垂钓之乐 许多游人可以把自己打鱼的收获 拿到鱼家的厨房中 加工成美味的鱼家菜药 不过在海力鱼家的厨房中 行中力已经准备了当地 一种特有的美味招待客人 这是咱们当地的什么鱼啊 这是霸鱼 这就是霸鱼 咱们吃的霸鱼饺子 这么大个 天哪 之前我只吃过这个霸鱼馅的饺子 今天是终于见到这个霸鱼的真面目了 你看多大个 这得有十来斤吧 吃霸鱼 霸鱼是山东沿海生长的一种鱼类 民间有山友浙湖张 海里马娇昌的赞鱼 马娇昌指的就是霸鱼 以至它的肉质细腻味道鲜美 堪比山珍 海岛渔民们则经常把霸鱼做成饺子 以霸鱼为馅料制成的水饺味道鲜美 独具特色 成为当地的传统名吃 鱼越新鲜 做出的饺子味道越好 行中力今天准备的这条霸鱼 不仅各头大 肉质也非常鲜嫩 所以和馅搞点水 才嫩 霸鱼肉最好和韭菜搭配和馅 行中力采摘了自家园中 种植的新鲜韭菜 韭菜的清香气息 与霸鱼的细腻肉质 充分的混合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令人食欲大增 霸鱼饺子好奇 一个是咋的菜 月也好菜也好 原料好 韭菜就是本能提味 行中力邻居家的大婶 也敢来帮忙一起煲饺子 我们注意到 他们煲的饺子 个儿大馅多 和我们平常吃的饺子 不太一样 这个大 和豹子一样 平常也在煲豹子 也是怎么干 吃饺子呢 过去这个粮食 剥面少 剥面少吧 鱼挺丰富的 它就属于举丝了 然后煲饺子怎么办 鱼民都 也吃饺子嘛 你就是吃鱼饺 个儿大一点 这个馅子 这个鱼都是多一点 因为是没有这个掰面 就是苏年以后 溜穿的以后 就是霸鱼 在这真正中的鱼民饺子 面少鱼多的日子 已成过往 如今 新鲜肥美的霸鱼 却成了难得的美味 好嘞 一个 来来 翻个饺子 第一锅 把饺子咬得都出锅了 对对 我们得赶紧尝一下 闻着就很香 哎呀 好淡 好吃吗 香 饺子的香气 在瑜伽小院中蔓延开来 这个鱼肉啊 非常的细嫩 很鲜美的味道 就连我们随行的工作人员 都抵制不住诱惑 纷纷上手 大家一直认为 这是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饺子 这个是最正宗的霸鱼饺 就是啊 看着客人开心的享受 形容力的喜悦 也溢于言表 好吃 以后再来 嗯 就抽一半一小 每年 从清明节到国境节期间 半年左右的时间 是长岛旅游的旺季 新鲜的空气 清凉的海水 吸引了来看海消暑的大量游客 蜂拥而至的游客 让于家乐的生意也超级火爆 那些离海边近 接待服务设施好的于家乐 更是供不应求 甚至出现 异常篮球的局面 随着游客对于家乐 消费层次的逐渐提高 当地的很多于家乐 都进行了改造升级 在我的身后 现在就有一家于家乐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嗯 您好 您好 您是这家的 主人 啊 您好 这家主人 您好 请进 嗯 谢谢 我看您家这个于家乐很新啊 你看这个墙壁 都很刷得很好 这是我 光线也很成功 这是我刚装修的 带你去看看我的客房 好吧 冷容机 原来是长岛当地的海产养殖户 高传统养殖 他赔了不少钱 请进 五年前 他开始经营于家乐 旅游带来的收益 让他尝到甜头 最近 他家的于家乐 刚花了十几万 重新装修 这就像这儿就是一个家庭房 就是家庭房 大人 小孩床 小孩床都有 对 我上了有空调 有液晶电视 还有24小时的热水 那你之前 办那个于家乐 最早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不是 那会儿不挣钱 那时候收费很低的 这次条件也不行 改不上现在 装修改造后的于家乐 果然在旅游旺季来临之时 迎来了客流高峰 面对红火的生意 冷容机老两口 根本忙不过来 原来在烟台上班的儿子 冷后尘 干脆辞职 在家帮忙 父母这个岁数 年龄有点大 然后就是回来帮忙 帮忙一块干 一块搞这个于家乐 是因为这个于家乐 现在开得越来越好了 人手不够了 对对对 是是 人手不够 人手不够 再一个就是 我对这个网络 现在这个客人来的话 就是还是通过网络来的比较多 包括我这个联系客人 通过这个电脑上 求求联系客人 也都是 这一块也都是我负责 冷后尘是在网络时代下 长大的孩子 在这个什么都离不开 网络的时代 他掌握的网络知识 对家里经营于家乐 是如虎添翼 冷容机家的于家乐 不仅居住条件相当舒适 在伙食上 春朴的于家人 也丝毫不敢挽活 主餐呢 每天饭我都给客人配两个大价 正常呢 一个海仔 再配个大螃蟹 到晚上呢 上个鲍鱼 再吃个大海螺 客人要再做的话 我还让他们不简单的搭配一下 对 吃的不同样 每餐就吃的不同样 在冷容机家 根据用餐标准不同 一个人消费在200到300元之间 不仅包一天住宿 还可以吃到地道的当地海味 可以说是相当实惠了 感觉怎么样 挺好 吃的挺光顺的 吃的也挺干净 然后在海边吧 第一次来 孩子也喜欢 这都是第一次赶走一家的 印象怎么样 印象很深刻 比希望真的要好 比期待真的要好 因为离海不远 住在冷容机家 可以体验赶海的乐趣 长岛海滩众多 赶在潮落的时候 到海岸的滩图和礁石上返海 是许多游客喜爱的项目 返海的乐趣 故意不经意地发现 按照螃蟹贝壳 尤其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趣事 这一个 还有一只 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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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你发现的那一个 小时候唱过很多次 赶海的小姑娘 但是今天感受了一次 真正的赶海 你看我这收获还不小 有新鲜的海青菜 还有这些活蹦乱跳的 小螃蟹 我们今天赶海的内容 和兴高采烈的孩子 有所不同 因为长岛一带的水质好 海藻丰富 各种海菜遍布浅滩礁石 采集这些可以入菜食用的海藻 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这些营养丰富的海菜 将会在瑜伽乐的后厨中 做成当地非常美味的海菜包子 今天我们要做一顿海菜包子 那现在各种海菜都已经合备好了 那我们请我们的宜家大嫂来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什么裙菜菜 这个是海青 这个是紫菜 那像咱们去调这个包子馅的时候 这个裙袋菜跟哪样搭出来会比较好吃 白菜 海青菜呢 海青地量韭菜 再加上海米 这个增加才能散度 也就是说这样吃起来味道会更鲜 更鲜 长岛一年四季 具有食心海菜 海菜包子是长岛特有的一种小吃 充分体现了长岛当地人 靠海吃海的特色 海青菜 紫菜 裙袋菜 鹿角菜等 都可以用来做包子 营养丰富的海菜 配上海米扇贝等海鲜做馅 不同形状的包子 被游客公认为 是当地最好吃的小吃之一 热腾腾的海菜包子出锅了 海菜的香气立马飘完全无 看见了吗 饱了 忙活了大半天 今天的瑜伽乐大餐 现在全都上桌了 但是今天的主角 不是海新品 而是海菜包子 好 来尝尝我们的海菜包子 好 我现在也吃 迫不及待了 已经是了 对于尝导人来说 海菜包子 已不仅仅是一道土特产 还掺杂着些许怀旧的味道 对于海菜包子的记忆 许多海藻人的童年 就是从和小伙伴 捡海菜开始的 如今 虽然美食花样繁多 海菜包子独有的特色 却带着浓浓的家乡的味道 让海岛的瑜伽乐 也充满了家的感觉 于家乐在经过生计改造后 浪荣机家今年的生意相当红火 在短短的不到半年的忘记接待中 浪荣机家的收入达到十几万元 这是往年搞渔业养殖 一年都达不到的收入 随着海岛游的兴起 于家乐成为人们感受海岛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长岛不仅自然风光神奇诱人 还是中国北方沿海少有的 信奉妈祖文化的地区 在这里保存着 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妈祖神像 长岛每年在四五月份 都会举办 于家乐民俗文化旅游节 和妈祖诞辰庆典 盛大的庆典 体现的是渔民们 对大海敬畏和崇拜的传统 海上风气浪大 天空阴晴不定 靠海打鱼 靠天吃饭 是海岛渔民真实生活的写照 渔民寄海 汉渔号 防护帆船下水 是于家乐民宿表演的传统项目 吸引着难得来到大海的游人 来过一过拉大帆 摇大弩的野 在长岛海湾的码头上 一群老渔民正在一丝不苟地 履行着祭天的仪式 虽然这只是一场 于家乐文化表演项目 但这些早已退休 完全可以在家安享晚宴的老人 仍会分外的卖力 船队令唱指挥的老人 名叫朱大象 他已经八十岁高龄 做过三十年船长 具有丰富的钢台沐鱼经验 有民间渔号头之城 我爷爷呢 我父亲呢 到我这儿 就这 这个渔号的奖励 三不多年了 住在这个保护上 有一日四会 都要在海上 都开始 他不含号 拉不上来 他就在含号 他含号一吃 你不含号 你等我等 他上不来 大家喊口号 你能够 一二 一二 大劲了 对 长跑路呀 长跑路 一万万 长岛渔号 至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历史 在风帆时代 长岛渔号就成为海上生产的一种渔路 这种以风为动力的大型木帆船 一般有十八人集体协数 由于大帆船在捕劳作业中 或是与风险抗争 或是不惜时机的追反渔群 每当出海打渔时 大家需要集体作业 劳作紧张而激烈 长岛渔号则很鲜明地记录了渔家文化的客战 这群老人摇鲁升翻 壮观的场面吸引了过往的路人和游客 一些年轻渔客拿出画笔 这种场面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长岛渔号已经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不仅是长岛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而且也成为长岛渔家乐重要的旅游资源 叶成岗是岛上新一代的居民 家里早已不在意渔业为生 他经营这一家 以长岛当地海鲜为特付的海边休闲烧烤店 那这家吃饭能看到海底啊 对啊 海鲜大排档特点就是靠到海边 游客来之后体验大海的感觉 吃着海鲜吹着海风 感觉特美 晚上这个灯一打开 然后在这吃着海鲜 看着这个夜景那儿特美 对了 夜幕来临 长岛海边依然热闹 吃海鲜看海景 烧烤瑜伽乐 成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消费方式 这也是相当一部分都市人喜爱的休闲方式 就是说如果想吃这个地道的烧烤的海鲜 必须到海边来吃 必须到海边来吃 而且必须来长岛 长岛的海鲜特别的新鲜 新鲜度特别的好 肉质肉质很肥 口感很好 在叶成钢的店中 海鲜烧烤的种类繁多 今天他给我们推荐了一种 一般人很少见到的海鲜美味 烧烤姜腰背 这里边的肉都能吃吗 这里面的肉 肉丁 弄出来之后你看一下 它有着内脏 江腰背是一种生活在深海底的大型贝类 形状如打开的半把扇子 据说沿海有这么一句俗语 海参鲜鲍鱼 江腰背 也就是说 江腰背可与海参鲜鲍鱼相媲美 江腰背最好吃的地方是背筑 呈乳白色 味道鲜美 肉质脆难 要烤多长时间啊 这个烤的时间很短 继续不停的 带动它 也是掌握了火候 它的东西 火候大了 它有着老 咬不动 放在三点盐 喜欢有此盐味的 放在此盐还好了 有人喜欢传统的海鲜美食 而有相当一部分游客 则偏爱这种看上去简单 但又美味的海鲜烧烤 历一下怎么样 非常好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 觉得很新鲜 对很新鲜 然后这个 边上的这海滩很舒服 然后这个 康老的海鲜 很好吃 有美景有美食 对对对 这是之前有没有来吃过这个海边的海鲜烧烤啊 第一次来这边 嗯 蓬莱长岛比较有名 所以我们只往沙滩海边走 所以就找到了 滑灯初上 海岛街道上 码头上灯光闪耀 照亮了港湾 游客们依旧熙熙攘攘 昔日日落而系的海岛 如今夜晚也充满了生气 海岛渔民们有了更多和从前打鱼不一样的生活选择 看着这美味的海边海鲜烧烤 听着老渔民荡气回肠的瑜伽耗子 人们不由自主会对海岛的瑜伽乐心生向往 瑜伽乐让长岛瑜伽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像行中立冷熔鸡这样热情好客的瑜伽人 他们将各种当地特色的海鲜小吃推荐给人们 许多游客成为他们的回头客 岛上风光 瑜伽习俗 还有老一辈渔民闯海的故事 我们只有到海岛上亲身体验 才能感受到其中不一样的味道 长岛如今已不再是传说中一世独立的海岛 瑜伽乐为海岛人与世人的交往 打开了一扇窗